随着台湾民间的重要节日,端午佳节的即将来临,台湾玻璃妈祖庙护圣公为庆祝开放十周年,以及配合彰化县政府的游客倍增计划,广邀台湾中部地区公益慈善团体,日前宣布将在端午四天的廉价期间,办理台湾首创的八仙过海庆端养活动,以彰化县学校的家长会联合会为主办单位,以真人的粉末登场,扮演八仙过海庆端午。 将在鹿岗玻璃庙的庙城,人间赐福分享台湾农民们书果的爱心时机,以及手工制作的喜堂节园,在这四天的端午廉价庆祝活动中,还搭配多项的公益活动与民同乐。 台湾玻璃妈祖庙护圣公欢迎台湾各界的贵宾,游客若是族群能够抽空立临现场,共享得责同目神恩。 台湾玻璃妈祖庙指出,在八仙过海庆端养系列活动中,除了有真人的粉末登场,分享蔬果赐福人间外,更有安排了16场的音乐饗宴。 分别于玻璃馆、玻璃庙隆重演出,每日上,下午各共有四场的精彩表演。 同时,在玻璃庙的南侧,玻璃妈祖庙还邀集了工艺团体、公司行好,设立工艺意外的时机,提供台湾民众吃喝玩乐。 在欢喜的气氛下,欢度端午的佳节。 此外,玻璃庙的经营团队也推十二生效。 福禄寿神偶攻亲子们体验拍照打卡。 同时,也在玻璃庙的庙城提供女娲补贴。 端养美食亲子、DIY等等的免费体验以及免费品尝的活动。 玻璃庙的正点则办理神规次财。 信碑结缘、慈碑滚动千年不倒杯等的充满趣味及正能量的活动。 为提高活动的趣味性以及减轻游客们的经济负担。 台湾玻璃馆也同步推出止滑棉瓦的体验活动。 让进入黄金隧道的游客们能有更满意的体验。 凡是在端午廉价的期间内。 申请参观黄金隧道的所有民客们。 一律都可以七五折的特惠体验价格。 提供最优质、最震撼人心的视觉饗宴以及最亲切的服务。 主办单位表示,2023年鬼卯年的端午节。 章话县各界的爱心企业、公司行好以及公益团体。 势必将全力以赴,希望能为台湾的休闲观光业。 付出心血,让活动办得有声有色。 更为祥和的台湾社会。 提供有温度的民俗技艺与音乐的表演活动。 更希望能为台湾的城市观光带来欣欣向荣的荣景。 以及创造台湾的端午佳节。 盛大举办公益活动的心理成呗。